你好,我是林松,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前几天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了一个高薪打工人的案例 今天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因为昨天在网上又看到一个网友亮出了交税记录 2023到2024财年总收入为191,164块澳元 交税60,120澳元 不得不说,澳洲这税是真的高 按照惯例,总结一下这个高薪人士的关键信息 请大家点赞收藏,做好笔记 如果有需要,请按照我总结的信息 复制这个成功经验 拿到高薪,进入高薪人士的行列 首先,这个网友的职业依然是护士 已经工作第三年了 而且他是偏远地区的护士 在维州大洋路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班 这个地方距离墨尔本,开车大约4个小时的车程 他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子 所以通勤时间很短 不用来回折腾 他的工作单位是一家养老院 不是中介安排的工作 就是自己和养老院签的全职工作合同 那为什么在养老院上班呢? 因为养老院给的工资普遍比医院高 而且他还可以自己选择上班的时间段 他分享啊 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总是加班 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5个小时 后来慢慢就不想加班了 因为工作经验积累越来越多 然后呢 他每周工作时间是38小时 他这个岗位呢 我再网上查了一下 正常的时薪呢 应该是每小时60多块钱 但是按照目前的收入和工作时间来计算 他的时薪已经达到100块出头了 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周末和节假日上了很多班 当然我们知道护士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助 护士的工作内容就是护士该做的那些事情 因为养老院很缺人 所以一个护士可能要管70到80个老人 还要发药 还要写报告 实话实说 这份工作肯定不轻松 看在收入很高的份上 其实也可以接受了 毕竟我们知道 有其他很多工作 又累又不赚钱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吃饭 grateful for your work 就做那些事情 这些事